哈喽,大家好,浪子走中国,用脚步站在中国 风雨萧萧,我又来到了广州火车站 现在是春印时期 广州火车站的人流量非常的大 我下一站将前往红色故都 贺家摇篮,江西贯州 现在我准备进站 再见,广州 现在准备过安检 现在已经进入到广州火车站的后车市 熟悉的广州火车站后车市 人流量非常大 这边是三后后车市 人山人海 人流量太大 都是返乡的打工人群 这边是服务台 我们上二楼去看一下 这个人流量也太大了 二楼有很多按摩椅 这个按摩椅坐得舒服 现在广州火车站的贺流量大不如从前了 四号后车市都已经关闭了 二楼的后车市很空 这都感觉不像纯粹 广州火车站城市无数打工人 南下的第一站 这里有着很多打工人 酸甜苦辣的回忆 这都是等扣火车的旅客 现在私家车越来越多了 所以坐立皮车也没有那么拥挤 旅客人群大多数以打工人群为主 因为打工人群没什么钱 只能坐立皮车 我去找一下我的扣车点 在几号扣车市 是T871 在第二扣车市扣车 这个扣车市的人流量还是挺大的 已经开始检票了 人山人海 人流量太大 赌的人走都走不动了 全部赌在这里走不动 那边就是绿皮车 熟悉的绿皮车 离别的车站 经个站像千斤万马过独木桥 这就是真实的春莹场面 我是三号车厢 在前面 这边是八号车厢 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 T781 拍往上海南的 我坐到赣州站 前面就是三号车厢 前面就是三号车厢 上车了 已经上车了 还好没有想象的那么急 火车缓缓的开出了广州火车站 窗外烟雨茫茫 这趟列车途径 勺关 南雄大鱼 六个小时到达赣州 所以辣椅水也都没错 绿皮车厢还是挺有生活气息的 现在春意远远没有以前那么急了 胡思海的人坐上了同一列火车 你可以听到车厢里的南枪北调 慢慢返向路 火车已经到达韶关东站了 很多旅客都下车 上车的旅客也非常多 南雄火车站已经到了 南雄火车站已经到了 下一站将海进江西上 这一站下的旅客比较多 很多座位空出来了 这一站上车的旅客 这一站上车的旅客不多 这一站上车的旅客不多 赣州是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 全国性的综合交通枢 赣月闽乡 四省通渠的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 从前面出站了 赣州有着江南宋城的美誉 赣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有着红色故都 贺家摇篮的美城 没电梯的 要提行李箱 赣州是客家名系的发祥地 和贺家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 全市贺家人口占了90%以上 赣州是客家鲜明中原南千的第一站 赣州也是世界城乡 前面刷身份证出站 现在我已经抵达赣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 上面写着红色故都 客家摇篮 八个大字 赣州火车站的站房非常的具有特色 这边是一个马踏飞燕的雕塑 接下来我将开启我在赣州的旅行故事 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浪子在穷游中国的路上 我们下个视频见